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即澳门回归20周年 加强大湾区城市体育文化交流 由澳门科技大学校友会联合总会 及澳科邹北纪体育会联合主办 永利关爱冠名赞助的 2019永利杯足球邀请赛 12月8号在澳科大足球场圆满举行 焦点大战澳科邹北纪对广州复利的赛事 两队在法定90分钟内握手沿河 互设12码 广州复利赢4比2碰杯 压轴上演的2019永利杯足球邀请赛 吸引了近千名球迷入场观战 主场出击的澳科邹北纪总监徐永浩 排出文首突击的阵容 新加盟的门将何文辉把守最后一关 同样新来头的李子健 张海山与朗卢 李嘉谦 高岳昌 蔡震贤 迪亚高 班奴 林嘉诚 林斯等正选披甲 论整体素质和个人技术 做客的广州复利稍微占优 但全场下来并没有占得太多优势 玩半场前制造两次埋门 但被状态十足的何文辉所化解 换编后 复利虽施加更大压力 吸一次办单刀的黄金忌讳措施 加上何文辉与防线的出色发挥 最终令复利无功而还 一如徐永浩赛前部署 文首半场的奥科邹北纪 下半场换入何文浩 梁志诚等速度型前锋打反击 并差点在60分钟打破僵局 迪亚高中场引球出击 进区边送交右路的梁志诚 后者第一时间递波传中 西门前的何嘉诚撞射斜出 最终两队踢成0比0完场 互设12码 门将何文辉在第二轮挡出复利球员的一设 可惜挤队已有两人的12码被挡 结果广州复利赢4比2 捧走 永利回归杯 率先上演的永利邀请赛 由永利关爱邀请队 对港澳足球明星队的赛事 港澳足球明星队一众民宿 大部分年过半百 但依然饱刀未老 顶住永利关爱邀请队一轮攻势后 最终在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 招中文中场一记直线 左路压入禁区的山渡市进射 助球队小胜1比0捧杯 永利澳门有限公司副主席兼执行董事 陈志玲 澳门科技大学校监廖泽云 副校长唐家乐 邝映华 校董陈济敏 澳门科技大学校友会联合总会会员大会主席龐川 澳门足球总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曾展南等嘉宾出席活动 并为获奖队伍颁发奖牌 奖杯 这次活动 奥克大艺术团的公关礼仪队在接待工作上做出极大的支持 此外 比赛期间 奥克大艺术团的健美操队一位球迷带来精彩演出 在小段下做出极大的股票位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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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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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